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基督教的逼迫和围攻不仅仅来自于执政者 它同时还来自于思想上 教义上 认知上等方面 那么在基督教的外部呢 它主要表现为 比如来自犹太 希腊的神学家 思想家 他们从思想 教义 逻辑等方面对基督教所发起的围攻和挑战 再比如像来自于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各种逼迫和压力 在基督教的内部呢 它则表现为不同的异端的形式的出现 那么在那个时代呢 出现的异端数量非常多 在这里呢 我们只挑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些 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爱宾尼派 爱宾尼呢 它是一个希伯来的词语 它的意思就是指贫穷 爱宾尼派呢 他们是贫穷是一种祝福 那么根据早期的教父特土良的描述呢 爱宾尼派之所以被称呼为这个名字呢 就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认知极其的平凡 爱宾尼派他当时主要是一些早期的犹太教的基督徒 他们呢 妄图把这个基督教呢 重新划归到犹太教内部 他们强调要严格的遵循摩西的律法 爱宾尼派呢 他们并不否认耶稣是救主 也就是说是弥赛亚 但是他们却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 也就是说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 以及由通贞女玛利亚所生 爱宾尼派呢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因着他的顺服 以及他的圣洁呢 被神特别拣选 认为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被神认为是他的儿子 但是他本质上呢 是与你我都一样的一个普通人 马基安主义 马基安呢 他是一个人民 马基安他是生活在黑海一带的一个商人 他家境富裕 他的父亲呢 曾经做过基督教本都省的一位主教 根据记载呢 马基安是在大约公元140年左右到了罗马 马基安后来也成了教会的一位领袖 那么马基安认为人之所以得救呢 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 马基安呢 他是把善恶二元论与这个基督教混合 然后创立了一套自己的神学思想 那么根据马基安他的认知呢 他认为犹太教的圣经 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救援圣经呢 这个圣经中的上帝呢 他是个创造主 但是这位上帝却是一位易怒暴怒 而且惩罚性的一位神 他与耶稣基督的父呢 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而耶稣基督的父呢 是一位恩典的充满爱的一位上帝 所以说马基安就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去读旧约圣经 应该把这个旧约圣经从基督教中完全剔除 他甚至编辑和删结 路加福音以及保罗的十封书记呢 来创造了所谓的马基安圣经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善恶二元论 那么宗教的善恶二元论呢 它实际上是 它主张是在这个世界呢 是由善恶两位相互独立的主宰 那么善的主宰呢 它是代表了灵性 代表了精神 那么它创造了一切善的东西 而恶呢 它是物质的 是肉体的 它创造了一切恶的东西 那么这善恶两个主宰呢 相互对抗 来共同主宰这个世界 这就是善恶二元论 那么马基安呢 是在公元144年的时候 被罗马教区实行了破门律 就是被逐出了教会 那么马基安呢 用教会退还给他的一些捐赠呢 创立了自己的马基安教会 来与罗马教会分平抗礼 那么马基安所创立的这个教会呢 竟然也兴盛一时 但是到了公元二世纪之后呢 马基安的这个教会慢慢的消亡 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呢 它是一个古希腊的词语 它的意思就是知识 那么在有些地方呢 诺斯底主义又被称为灵支派或者是灵制派 那么诺斯底主义和马基安主义一样 它们是秉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 它然后又结合了诺斯底的神秘知识 加上希腊哲学 然后以基督教作为包装呢 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异端的派别 那么诺斯底主义它的产生的最早时间呢 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呢 诺斯底主义曾经盛行一时 对基督教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基督教和希腊哲学呢 是混为一谈 甚至连早期的教父特土梁呢 它都为此发出了感叹 他感叹说 雅典与耶路撒冷到底有何相干呢 那么诺斯底主义认为 一个遥远的至高的不为人所知的最高存在呢 它散发出了一系列带有神性的灵体 而人的堕落呢 就是因为有知识从人的体内流出所造成的 那么另一个创造者 也叫造物主呢 他因为错误而创造了这个恶的物质世界 并且掌控这个物质世界 他与这个最高存在呢 互相对抗 并且他阻止人的灵魂的要生 那么人要想得救呢 他必须从一个属灵的使者那个地方获得诺斯底特别的这个知识 然后人的这个灵魂呢 才能脱离这个恶的物质世界 而进入到一个纯灵的世界 而耶稣基督呢 就是这个纯灵的使者 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纯灵的 不是肉体的 这就是诺斯底主义 孟塔奴派 孟塔奴派呢 是在大约公元140年左右兴起的 孟塔奴呢 他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据说呢 孟塔奴也是由这个异教归异基督教的 那么在孟塔奴归异基督教之前呢 他曾经做过阿波罗神殿或者叫西比拉神殿的一个祭司 那么孟塔奴有两个跟随他的女祭司 那么这两个女祭司呢 一个叫百基拉 一个叫马西米拉 据说这两个人呢 都能够说预言 孟塔奴呢 他就宣称了上帝通过圣灵对他说话 他甚至很多时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代表圣灵说话 他当时宣称啊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将会降落在佛里加的两个城市 那么他说每一个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呢 他都会获得从圣灵而来的一种特别的能力来作为标志 他同时还指责当时的各大教区的主教和宗教领袖 说他们的灵性是死的 甚至说他们是抵挡上帝的人 那么孟塔奴派呢 他特别强调基督徒要获得从圣灵而来的一种特别的能力 比如说说方言的能力 那么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圣灵在他的内心做工呢 他就必然获得圣灵所恩赐的这种特别的能力作为标志 所以说孟塔奴派呢 就特别强调来追寻这种从神而来的特别的能力 以至于最后孟塔奴派的信徒呢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祷告学习 甚至模仿 以展示他自己获得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 另一方面呢 孟塔奴派又特别讲究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最终呢 就演变成了一种禁欲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说孟塔奴派他说一个人如果上午之后呢 如果再婚的话 他就犯了奸淫罪 另外如果人要是背离了这个宗教信仰 就是叛教呢 那更是罪不可恕 那么孟塔奴派的信徒呢 他们是要求是滴酒不沾的 而且要经常的这个禁食祷告 另外孟塔奴派的信徒呢 他们也坚信 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呢 他们一定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么孟塔奴派的这些主张和这种 他的这种敬拜方式呢 当时曾经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真心热爱主 特别愿意这个奉献的一些人的追随 但是随着他这个教派的敬拜和各种宗教礼仪慢慢固定了以后 大家就发现有一些不对了 那么大批的人就离开了孟塔奴派 又返回了教会 但是仍然有一小批人呢 就坚决留在了孟塔奴派之中 最后这个孟塔奴派呢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极端的一个派别 那么孟塔奴派他的产生呢 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在公元一世纪左右 基督教他关于圣灵的那种教导 还没有被清晰完整的表述出来 所以说当时的教会的组织结构呢 也没有完善 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呢 都是根据自己的神所来的恩赐呢 来进行侍奉 比如说有这个讲道恩赐的人呢 他就来宣扬神的道 但是他所宣扬呢 却未必是正确的教导 那么基督教会到后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 他就渐渐形成了主教权威和教会组织结构 来杜绝这种样的混乱以及这种异端的产生 那么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另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那些使徒呢 就渐渐的都离世了 那么当使徒都去世之后呢 教会的有能力的这种属灵的领袖呢 就开始缺乏 那么宗教的生活就变得慢慢的比较枯燥 变得比较的松散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在早期的教会呢 基督徒他们都盼望着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等到后来他们没有等到 所以说很多人也就丧失了这种等 这种忍耐的信心 而孟塔努派的兴起呢 这种充满激情的这种敬拜方式 这种具有魅力的领袖呢 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是填补了他们这一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孟塔努他经常是以这个第一人称的方式来替圣灵说话了 就会让当时的很多基督徒认为孟塔努他是这个圣灵的化身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是上帝借着孟塔努向众人显现 一时在当时教会中有大批的人呢 去追随了孟塔努派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 诺巴填拜 在罗马帝国皇帝德西乌斯逼迫基督徒期间呢 有一些基督徒在面临这种生死抉择的时候 他们害怕和畏惧 然后就脱离了基督教教会 那么当逼迫结束之后呢 这些人想认罪悔改 想重新加入基督教会 关于是否接纳这一批人的认错和让他们重新回归教会呢 教会内部就产生了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 公元251年 宽容派的领袖他叫格尼流 他呢就成为了罗马教区的主教 格尼流认为呢 就是教区主教是有权赦免这些人的这个错误 然后接纳他们重新加入教会的 而反抗这一观点的这个基督派的一个领袖 他就叫诺瓦天 那么诺瓦天他主持要奉行传统教会的这种标准 说这些叛教的人呢 教会是没有权利来赦免他们的过犯的 但是他并不是认为他们的过犯不可以被赦免 他说只有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才能够决定是否赦免他们 这是神的主权 而不是教会教 各个主教的权利 所以说诺瓦天他就认为当时的格尼流这些教会呢 他是违背了这个基督教教会的这种传统伦理 所以说他和他的用户者就脱离了这个当时的教会 而自己创立一派 他们就尊这个诺瓦天作为这个主教 然后当时追随这个诺瓦天的这个人和教会意识还相当的多 特别是在小亚西亚和北非 这个追寻诺瓦天的这个教会呢 非常众多 那么诺瓦天派他直到公元五世纪之后呢 诺瓦天派他陆陆续续的重新又回归到了大公教会的这个体系之内 那么随着这些基督教异端的不断的出现和产生呢 教会他就真切的意识到 基督教必须把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和理念清晰明白的表达出来 这样呢 他就产生了基督教的护教运动 那么最终呢 就产生了基督教护教学或者也称为基督教辩货学 那么基督教护教学或者基督教辩货学 他所涵盖的领域就包括了历史法律辩货 神迹辩护 预言的应验 圣经辩货学 哲学辩货 前提主义辩货 科学辩货学 创造论辩货等等 那么并由此呢产生了三样东西 那就是信经 信约正典和教会组织 基督教的早期教父 他的英文呢又叫church father 他是指的在基督教的早期一些著名的神学家 主教和一些护教者 那么这些 早期教父中又有一些人被称为 使徒教父 使徒教父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 他们有一部分的生活时间是和使徒重叠的 并且受教于这些使徒 他是承接了由基督教教会 由使徒时代到这个后来的教会时代 这么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同时 他们还承接了这个基督教 从这个犹太教的文化 向这个希腊罗马文化 传播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早期教父呢 基于他们当时著书里说 所使用的语言是这个希腊语 或者是这个拉丁语呢 他们又被称为是希腊教父 或者称为拉丁教父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为这些早期教父中 几位主要的护教士呢 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殉道者尤斯丁 尤斯丁呢 是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一个人 他是一位希腊教父 他是他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哲学家 同时也是殉道士 所以说他被称为殉道者尤斯丁 尤斯丁呢 他是出生在巴勒斯坦 他家境比较良好 所以说从小他受了非常良好的希腊教育 他个人生活无忧 他自己沉迷和醉心于研究哲学 所以说他在不同的这个哲学 希腊的哲学派别中呢 畅游妄图寻找人生的真谛和真理 而不可得 那么有一天呢 他是在以弗所的海边 在沉思的时候呢 有一位老者走过来 就向他介绍说 为什么你不跳出希腊哲学的圈子 去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中来寻找呢 于是他在这个老者的指点之下呢 在圣经中找到了他苦寻已久而得到的这个答案 那么按照尤斯丁的说法 就是说 圣经这种哲学是以启示来作为自己坚实的基础的 那么作为对这个老者的回应呢 圣经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并且开始著书里说 圣经所著的第一护教书 第二护教书 以及《与特莱佛对话录》呢 一直流传于世 那么特别是这本《与特莱佛对话录》呢 它是一本比较长的一部文献著作 它就记述了当时在以弗所所发生的 在尤斯丁与一位犹太拉比 他叫特莱佛之间的一场辩论 这个犹太拉比特莱佛呢 是受过非常良好的犹太教的教育 然后为人非常的有礼貌 那么这两个人辩论的时候 彬彬有礼 对对方互相尊重 但是观点却尖锐对定 那么特莱佛呢 他就指责这些基督徒不遵守犹太的律法 同时崇拜耶稣基督这个人 而尤斯丁呢 根据双方都相信的这个犹太教的圣经 也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旧约圣经呢 以这个为基础来进行辩论 他讲到说在这些圣经的经卷中 都讲到了耶稣基督 而在耶稣里就成全了律法 尤斯丁呢 面对犹太人与这个医教徒 双方对这个基督教的攻击 他进行反驳 他说 基督徒所相信的道呢 是既符合圣经 又合乎理性的 爱人牛 爱人牛呢 是生于小亚西亚 他是受教于当时的使徒教父 也就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 破利甲 破利甲呢 我们在前面的一集中呢 也向大家做过介绍 所以说这个爱人牛呢 他就从破利甲处获得了 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教导 并且持守一生 那么后来在大批波之后呢 爱人牛他是出任了里阳教区的主教 那么在爱人牛那个时代呢 诺斯底主义盛行 那么爱人牛在与 诺斯底主义的 对抗 护教 以及祝福律书中呢 他慢慢就形成了一些神学观念 那么爱人牛 对今天基督教会有影响的神学观念 包括 第一个 基督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那么第二个就是 在与诺斯底主义对抗的过程中呢 爱人牛就发展出了另外一套使徒统训的理论 也就是说基督教教会保存了传自于使徒的公开和完备的信仰 以此来对抗 诺斯底主义所宣称的他们有传自使徒的神秘的知识 那么爱人牛所著的博异端 以及使徒教导辩证 这些著作呢 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特吐良 特吐良是生于公元150年 他是出生在北非的加太基 特吐良的父亲呢 就是当时罗马军团驻扎北非的军队的一个百副长 也叫百人队长 也就是一个中下级军官吧 特吐良的父母呢 都是异教徒 他从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希腊和罗马式的教育 特吐良他从小对历史哲学诗词法律等等 非常熟悉也非常有兴趣 最后呢 他是赶赴罗马 在罗马学习法律 最后他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 那么特吐良是在他40岁左右的时候呢 他皈依了基督教 从此他就成了基督教的一名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 那么特吐良呢 他是一位拉丁教父 他用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写作了很多的著作 但是他的希腊文的著作呢 大部分都遗失了 他的拉丁文著作呢 有很多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么特吐良他是他那个时代对基督教教会贡献非常大的一个人 他与当时的另一位神学家也叫俄里根一起被称为三世纪基督教的两大思想家 那么特吐良他所阐述的两个神学概念 一个是三位议题 一个是基督论呢 为后来基督教核心教义奠定了基础 那么在特吐良那个时期呢 比较流行的异端 就是蒙塔奴派 那么特吐良呢 他的著述呢 就包括护教学 灵魂见证 博马基安论 还有博帕克西亚等等这些著述 那么基督教的内部的各种分歧 直至异端呢 一直伴随了基督教的整个的历史过程 直到今天 正如传道书一章九节所说的 已有的事后必在有 已行的事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无有心事 我们这一集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呢 也欢迎您点赞订阅和传播本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